我从前养过一只小狐狸 是她做的 这小狐狸爪子可真够巧的 木芙花糕做得好香啊 你干嘛往我脸上抹 听说 这个东西对助言有益 不要浪费 那就由我父同享好了 还想往我脸上抹 我看 我该涂呢 别动 这就是世界最尊贵 我曾经最为崇拜的神奇 东华帝君 不是说有父同享吗 怎么不图了 我 我要睡了 你不洗洗才睡吗 我明天起来直接洗棉呗 你不洗洗 这呢 你不洗洗 不够稳太慢了再快快 一见晴天跳 回身 蛟龙探水 谁让你停下来的 我已经练了一整天了地区连个亭子都没说 看来昨晚真惹她不高兴 今天就来公报私仇 不过 念了一天下来 倒还有些成效 帝君 距君 我醒了 正好 将衣服松松 领口记得那么紧 其他处我都涂不到 我继续睡了 你这是怕我对你做什么 你都伤成这样 我能对你做什么 你要是真关心我的话 白天为什么不让我偷个懒啊 现在才过来跟我说这些 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在戏弄我 我才不会上当 所以修行 自然是要你亲自跌倒 再亲自爬起来 才见修行的成效 小白 我总不可能什么时候都在你身边 祝你遇难成效 说得好像我就跟个农包一样 我在掉进这个范英谷之后 没有你我不一样活得好好的吗 还这样说 甚至遇到你之前 我都没怎么受过皮肉苦 我进来这一身的余伤 还不都是你折腾出来的 没有我的天罡照护着 在你掉进范英谷口时 就已经粉身碎骨了 也无需指望我来折腾你 那还不是因为小嫣 她有情有义惦在我 你原来没有不管我 天罡照对于尊神而言有多重要 早有所耳闻 你一直将她放在我身上保护我 那她现在在哪儿 我 我是说 她保护我这么久 我已经很感激了 但这么贵重的东西 放在我身上实在是不稳妥 还是应该取出来还给你 还给我做什么 这东西只是我先历的衍生之物 但我羽化自然灰飞烟灭 羽化 你也会羽化 为什么会羽化 如果 一定要羽化 是什么时候 天地起开以来 还没有什么劫难 会危及到四海八荒的生命 如果有 那这一天 就是我羽化之时 帝君为何突然变了节奏 考官 抚琴快慢随心 变化多端 考验应试者的应和能力 应试者需对秦升的变化 做出预判 那如何做出预判 知晓抚琴之人的心声 可以更好地和秦升相合 笔试试 你要时刻动袭 考官的神情和动作 以便更准确地做出预判 哦